我们来讲讲鱼油产品 鱼油类的保健品非常的多 特别是在美国和加拿大 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北美的鱼油产品 不可能包含所有的产品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呢尽量的包含常见的品牌和产品 声明一下非广告纯分享 讲一下我的选品原则 第一鱼油的浓度 也就是Omega3脂肪酸的含量 除以总脂肪量应该大于等于60% 因为我们吃鱼油的目的呢 是补充Omega3脂肪酸 Omega3脂肪酸的主要是EPA和DPA 通常也含少量的DPA ARA等等其他的Omega3脂肪酸 如果一个鱼油浓度连60%都达不到呢 那说明有效成分的含量太低 连剂隔线都够不着 这样的产品呢 相当于你吃了一堆没有什么用的脂肪 第二每一到两粒DHA加EPA的含量呢 至少应该是大于800毫克 因为DHA和EPA才是有效成分 如果我吃两粒鱼油DHA加EPA 只有四五百毫克 那我觉得你这个产品的有效性呢 是非常差 第三鱼油的认证 如果有IFOS JOED IVO这样的认证呢 说明产品的安全性 污染物重金属 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方面呢 是非常有保障的 第四 意义 移植形态是不是比TG 钙油三脂 吸收差 长期来讲呢 没差别 而且FDA批准的降低高血脂的药用 余油 老八走呢 就是移植形态 所以这个呢 也用不着考虑 先讲一下 北美很常见 但是Omega3脂肪酸 浓度比较低 在20%到55之间的 不建议购买的产品 一共呢 有25个产品 看一下图技术 长什么样 主动闭坑啊 再来讲一下 哪些产品可以放心买 第一个 Doctor's Best Purified and Clear Omega-3 Fish Oil Omega-3的浓度呢 是70% 它的原材料呢 是来自于 Golden Omega 鱼呢 是从秘鲁智利 比较温暖的海洋中捕捞的 第二个 Doctor's Best Pure White Alaskan Fish Oil Omega-3的浓度呢 是65% 它的原材料呢 是来自于 Alaska Omega 是阿拉斯加的 黄线辖雪 是冷水鱼 原材料呢 比第一个要好 它的Omega-3脂肪酸呢 是异义离止形态的 第三个 SR Sport Research的 Triple Strength Omega-3 Fish Oil 这个呢 是有IFOS五星认证的 Omega-3的浓度呢 是70% 这个产品的原材料呢 有两种 白标是来自 智利的秘鲁的小鱼 彩标呢 是阿拉斯加的 黄线辖雪 彩标是冷水鱼 污染更少 原材料更好 但现在它在官网上呢 也没有彩标的产品了 不知道以后呢 会不会有 第四个 Viva Naturals的 Triple Strength Omega-3 Fish Oil 三倍浓缩于 Omega-3的浓度呢 是80% 这个浓度算是高的 也有IFOS五星认证 第五个 Nordic Naturals的 Ultimate Omega 每粒含 1280毫克 Omega-3 是柠檬口味的 Omega-3的浓度呢 是64% 第六个 Nordic Naturals的 Prenatal DHA 产前DHA Omega-3的浓度呢 是83% 这个浓度呢 也比较高 它的DHA A的含量呢 是480毫克 EPA的含量呢 是205毫克 另外呢 还加了400IO的 维生素第三 这个是DHA 高于EPA的 因为有研究发现 怀孕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更多的DHA 小孩的大脑和眼睛呢 才会发育的更好 第七个 Nordic Naturals的 Postnatal Omega-3 产后Omega-3 Omega-3的浓度呢 是75% 加了1000IO的 维生素第三 第八个 Omega-VR Ultra Concentrated Omega-3 Omega-3的浓度呢 是74% 有IFOS五星认证 第九个 Omega-VRDHA600 这个主要成分呢 是DHA DHA的浓度呢 大于60% 有IFOS五星认证 这个呢 也适合孕妇 以及需要促进 大脑发育 改善认知能力的人 第十个 Omega-VR的 EPA500 这个呢 是100%的EPA 有IFOS五星认证 这个适合血脂高的人 有焦虑抑郁的人 EPA降低 肝油三指的效果呢 比DHA要好 FDA批准的 首个EPA处方药 VASEPA 就是100% EPA 另外 EPA在治疗 焦虑和抑郁方面 也比DHA效果好 第十一个 Dr. Tobias的 Omega-3 Fish Oil Triple Strength 这个牌子 国内的人呢 可能不太熟 但是它家的鱼油呢 在美国和加拿大这边呢 是非常火的 它的Omega-3的 脂肪酸的浓度呢 大概是70% 第十二个 EVL Evolution Nutrition的 Omega-3 Fish Oil 每粒含1250毫克 Omega-3的 Triple Strength 三倍浓缩的 它的Omega-3的浓度呢 是60% 第十三个 Margaret的 Advanced 4-in-1 Omega-3 Fish Oil Plus High Absorption Coreo Oil 加了零下油的 四合一 它的Omega-3的浓度呢 是68% 第十四个 Nature-made的 Burple-less Ultra Omega-3 From Fish Oil 1400毫克 鱼油含 1000毫克 Omega-3 它的Omega-3的浓度呢 是67% 第十五个 Puritance Pride的 Triple Strength Omega-3 Fish Oil 三倍浓缩的 有1400毫克鱼油 含950毫克的 Omega-3这款 Omega-3的浓度呢 是63% 第十六个 Carson的 Super DHA Gems 500毫克的DHA Omega-3的浓度呢 是64% 有IFOS五星阵证 这个呢 也是DHA含量高 适合孕妇 想要促进 或者改善大脑功能的人 第十七个 Carson的 Maximum Omega Minis 含1000毫克的 Omega-3的 迷你胶囊 Omega-3的浓度呢 是67% 有IFOS五星认证 第十八个 Carson的 Eleed Omega-3 Gems 含1600毫克的 Omega-3的 Omega-3的浓度呢 是64% 有IFOS五星认证 第十九个 Carson的 Eleed EPA Gems 含1000毫克 EPA的 Omega-3的浓度呢 是67% 有IFOS五星认证 这个呢 主要是EPA 是和血脂高的人 有焦虑 抑郁的人 第二十个 Carson的 Maximum Omega-2000 含2000毫克的 Omega-3 Omega-3的浓度呢 是80% 也是一个高浓度 有IFOS五星认证 有IFOS五星认证 第二十一个 Carson的 Super Omega-3 Gems 含1200毫克的 Omega-3 Omega-3的浓度呢 是60% 有IFOS五星认证 第二十二个 Life Extension的 Mega-EPADG Omega-3的浓度呢 是60% 第二十三个 Innovix Labs的 Triple Strength Omega-3 Concentrated Fish Oil Omega-3的浓度呢 是60% 有IFOS五星认证 第二十四个 Saga的 Triple Strength Omega-3 950毫克 Omega-3的浓度呢 是63% 第二十五个 GNC的 Triple Strength Fish Oil Omega-3的浓度呢 是71% 同样成分 它有迷你胶囊 叫Triple Strength Fish Oil Minis 颗粒小 更好吞咽 第二十六个 NOW的 Ultra Omega-3 500EPA 250DHA Omega-3的浓度呢 是75% 有JOED认证 第二十七个 CJN California Gold Nutrition的 Omega-800 Omega-3的含量呢 是84% 第二十八个 CJN的 DHA-700 这个呢 70%都是DHA 也比较适合 孕妇和需要促进 或者改善认知能力的人 第二十九个 Naturalo的 Omega-3 Tri-Glyceride Fish Oil 每日含1100毫克 Omega-3 Omega-3的浓度呢 是73% 第三十个 Grab Naturals的 Triple Strength Omega-3 每日含900毫克的 Omega-3脂肪酸 Omega-3的浓度呢 是63% 这个呢 是有IVO的认证的 这三十个产品里面呢 有认证的 纯净度安全性 更有保证的是这些产品 Omega-3的浓度 超过80%呢 是这几个牌子 浓度超过80% 而且有IFOS五星认证的呢 是这几个产品 美国和加拿大这边 品质稍微好一点的 鱼油产品呢 Omega-3的浓度呢 也就是60%多 70%多 能超过80%的呢 不多 这几个产品呢 可以说是 北美鱼油界的天花板了 日常保养呢 60%多% 70%呢 就够了 没有必要选 浓度特别高的 有疾病的 有其他特殊需求的呢 可以买高浓度的 你如果血脂高 有精神心理疾病 选EPA含量高 或者是 纯EPA的鱼油 孕妇发育中的青少年 有大脑认证问题的人呢 选DHA含量高的 或者就是 纯的DHA的鱼油 美国和加拿大这边 这个鱼油的产品呢 实在是太多太多 不可能 百分之百的都讲到 如果有我没有讲到的产品呢 你用这个公式 算一下 大鱼油的浓度 这个公式呢 就是 Omega3脂肪酸的 总的含量 除以 总脂肪量 得出来的这个数呢 如果是大于60%呢 就是可以买的 如果小于60%呢 你就不要买 最后还是讲一下 去哪买 某宝某东 i-curve上呢 你都能够买到 以上呢 就是美国加拿大这边 30款品质 比较好的鱼油 你们在买鱼油产品之后呢 可以做个参考 下一期呢 我们来讲 欧洲的鱼油产品 OK 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家再见